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报复的视频教程 我们在整个的缝制过程中一共有三个视频 这里是第二个,主要讲我们图案的缝制方法 第一个视频讲解一些基础针法,以及注意事项 建议大家看过第一个视频之后再来缝制 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简单 第三个视频主要讲我们配件的安装方法 接下来我们取出绣绷 这里呢我们拿出绣绷,将我们上方的螺丝拧松 然后呢我们向外拉扯,取出我们中间的圆环部分 将它呢放到我们布料的下方 然后将我们的图案呢调整中间,再放上绷环 接着再拧紧螺丝 这里我们在绷制的时候尽量呢将我们的绣布绷制的平整一些 太松的话呢会出现褶皱,太紧了图案呢又容易变形 所以呢我们将它绷到合适的程度 这里呢我们一边拧紧一边呢来调整我们的图案 接下来呢大家取出我们手中的色卡 我们根据线卡上的数字以及我们的说明书来确定自己需要使用的颜色 这里呢线卡我是随机取的 我们大家这里要参考自己手中收到的线卡颜色 对照着说明书,我们来确定哪一个部位用哪一个颜色的线 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取线 我们从线卡上将线圈取下 我们这里每一根线都是由六谷组成 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拆出其中的一根来使用 我们找到一根的线头位置 用我们的左手轻轻的捏住线头位置 右手将线抽出 这样呢我们的线就分离出来了 我们将剩下的线放好 可以继续放到我们的线板上 以防丢失 我们将取出来的线穿到我们的针孔上 将开头和结尾的位置重合 我们在这里需要在结尾位置进行打结 这里打结的方法不不定 我们这里用手捏住线头的位置 将线在手指上缠绕一圈 接着用我们的右手捏住线圈的重合位置 接着再将线头位置从线圈中穿过来 从背面抛过来 将线圈拉紧 这样呢我们的一个结就打好了 如果大家感觉不牢固 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结 这里能打结位置 我们要将它和第一个结打到一起 多余的线头呢 我们这里可以剪掉 打好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缝制 首先呢 我们先拿出我们的五号线 我们用两股线断面就的方式呢 来缝制我们文字的部分 这里呢 我们需要斜向的来排线缝制 我们先从图案的任意点呢 向上出针 出针以后呢 我们向下来入针 我们这样一针呢 挨着一针呢 来形象的排线工程 我们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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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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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